好的欢迎来到第八周第四轮的比赛 双方的中间站Kichipa 对上Machabo Machabo这个老兄也已经是冷板凳快坐穿了 Kichipa们也是一样 双方都是冷板凳老手 但Kichipa们这边应该是做了要更久一些 主要还是因为老桑这个角色 他只适合后手上场 而且加上这个版本其实对老桑是真的不太友好 他几个非常强势的套路都因为V闪 直接就没有了好吧 以前那些套路老桑这一局只要用出来 他就有50%的迎面 他都不需要考虑自身有多少血量了 但现在这个版本不行 对手按个V闪就解掉了 尤其是VT1的那一波 以前VT1开过来什么概念 就你死了你就跟死了没区别 只要在那个固定的位置把VT开出来 卡一个帧数有力 然后你就痛苦的挣扎 现在这个版本他只要在那个位置开VT 你就叫V闪 你一叫没事了 大便活人 那回到这场比赛了 Kichimam来对上Machabo 那老桑打加米的话 原来是老桑有力的 但我现在感觉老桑打谁都不怎么有力 所有人都可以拖得死他 这对局打起来就相对比较有耐心 但Kichimam他本人也算是个暴躁老哥 如果说让他压到板边的那一波的话 我觉得他比板桥处理的会更加凶猛一点 板桥很多时候打的会相对细腻一点 这里VS驾到了但比较可惜人大飞起来了 这加米的一个地界还有一个空中判定的 命中会飞起来 这里开VT了 这里VT浑身发 这一下草率了Machabo 这一下VS被驾重伤 那血量还有还有 还活着 还活着就有希望 因为现在马差不多手上马上有CA了 可以到一个斩杀线拖一会儿 那Kichimam这边选择的战术肯定就会相对保守一点了 下清拳 哎呦这下CA呢 你个老笨蛋 不是我说什么 就刚才那一波 这个CA不戳出来 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你换一个EX的生龙 你换一个EX的地界 都死了 你偏偏什么都不干 你戳个生龙 自己不想赢 有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的 Machabo打出了跟我一样非常精彩的一波连不出CA 然后我经常在直播的时候就打不出CA叫一声 我CA呢 实际上搓都没搓 没反应过来 好了那现在就到了第二层 这个已经到板边了 终角继续压板边 哇这一下预判 直接把那个腿给爆断了 这个终角真的截的有点准 这个招式只能截这种终角 就横过来踢的招式 其余的招都截不到 需要一个比较大胆的预判 这是后来几个版本给老桑加的招 可能是考虑到老桑被这个中角踢的有点崩溃了 给你加一个赌命的招 哇这么远就直接爆 这一下会选择拉吗 没有这个拉不了 因为是轻的指定 如果是中的话可能就要直接拉过来玩命了 对吧 逼到你一个V闪也行 下中掉命中 然后迪奇拉回来一个死爷帅 这一下截的不错 一个死爷带入以后 种下了一棵树好久没有看老桑种树了 距离植树节好像又有点近了呀 再过几个月又到植树节了兄弟们 那到时候又要做什么老桑植树特级 对吧 把每个妹子都往地上种一棵 各种各样的花式这种丝袜树 好了 现在马查布这边已经是被打出痛苦面具了 你看现在马查布的一个精神状态不是很好 你看他那个表情对吧 看起来这个嘴唇发白的硬糖发黑的 就一种要输的感觉 你看这 奇奇巴姆这边就精神状态很饱满 马查布这边稍微差一点 有点怪 好了 现在就到第二局了 动拳被防 下中了打中一个收招 直接确认跟上 这样的话位置又往前推进了一点 其实马查布在压这个板边 唯一要担心的就是 如果说他压的太死被抢到一个头 这就有可能要出大事 对吧 被直接抱进去一蹬就没了 现在马查布这边攻势保持的不错 动拳下中了被防 这里别是假装 VT拉过来 哎呀这个 这个抓不到啊 对手是后跳啊 别急别急 哎呀 接不接都一样了 没血了 扛不住了 那上来 奇奇巴姆这边是被马查布一波给带走了 打得有点狠 马查布冲得很凶 直接冲过来就对你老桑一顿爆 以前的版本的话 如果老桑爬起来预判你要出普通头 我就指令头抓你 还能抓得掉的 现在这个版本抓不掉了 下中了直接打上一个C 马查布开始挠头了 表示就这 这边过去可以再压 打得很凶 老桑手上C已经有了 我劝你做个人 耗左一只 耗左一只 哇 这下赌命 哎呀 最后一个暈点 这个暈点 马查布这要被翻 这个股价要被扣工资了吧 这一波跳弱 这里想要架一下赌一波 对 这种选择就很对 关键时刻就要赌起来了 接下来就连爆冲 啊 哈哈 马查布知道对手要赌了 因为这个已经没有防守的理由了 这个防守的理由可能就是不想赢了 必须要冲了 就在这种大逆风的前提下 如果你不愿意去舍身一波的话 那你就没有翻盘点了 必须要冲 下一要吓死对手 对吧 感想比分目前是1比1 Kitsipam这边要换角色 有可能要考虑给个阿比Gay 事实是并没有 这得切过去一看发现还是老桑 既然不换角色那也没什么大毛病 阿比Gay打加米会相对好打一点 老桑这个版本就打谁我感觉都不太行 下水道啊 现在上来半学已经大料了 这比S继续往前压 往前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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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 马查普 马查普大胆的预判了对手要松剑的那个timing 然后就打了一个中拳圣龙 结果没想到对手真就铁寒寒不松 笑死了 那接下来Kitsipam肯定会相对保守一点 用自己的一个亲中组合对吧 亲拳 中拳 慢慢拍 打消耗 然后就最后点血量磨死可以了 等一下马查普这边要来怎么做 前前以后先抓头 要来一手破防 直接冲 现在血量上面其实压力会有一点的 马查普再打几轮消耗下去 CA就要有了 CA有的话随时随地会死 这个就不好说了 不好说了 最后还是被这个夏清拳直接活活点死了 马查普想用下中角的话就会被这个轻攻击直接乱戳好吧 因为他必须要往前走 而且老桑这个夏清拳特别的远 一远就可以戳得中你 那现在就到了第二灯 Kitsipam的一个赛点 手上都是有CLA的 这里压骑身你还敢压 我觉得要来了 这里被爆到这个爆很绝望 我就讲了你马查普压凶了 就有可能会出这个问题 到了板边你被反手一个爆进去 那你接下来 接下来再投对手一个 就给对手也来一个 这都行 我人傻了 起身再反过来抢桑杂尔夫一个头 那这样Kitsipam的痛失良机啊 哇这边中拳升龙直接打上一个C 对这波总算让他抓中了 刚才那一波他没抓到 对吧对手这边没放 这样是来到一灯对一灯 但Kitsipam是带了满自边回来的 问题不大 这里威慑力应该已经可以拉满了 我抓住你三个EX螺旋打中 螺旋打中第一发 接下来就第二发 肯定第二发 啊没有 现在都这么保守的嘛 这个东西我觉得硬猜很棒的 真的 就拉过来再抓一个再抓一个 然后对手有一种被智力羞辱的感觉 最后第三发过去的时候 对手一个升龙空了 然后就死了 这里拖到一发 马查波现在受伤 这个绝望绝望真的绝望 而且Kitsipam这里好细节 他打了一个刚刚好能量够的连段 才凑够这三根资源 那一拳挥下去的一瞬间C也有了 真的是算的太准了吧 这就是桑吉尔夫大师 马查波现在看起来表情很凝重 主要还是面色不太好 我感觉打这格斗的一个精神面貌很重要 Kitsipam的一个精神面貌我觉得一直保持的非常好 虽然轮廓不是很明显 反正对手也轮廓不怎么明显 但你看马查波这个嘴唇就有点发白对吧 感觉有点没睡好的样子啊 晚上有点忙 那就很不错啊 无论是主场客场对吧 马果队都一如既往的保持了一场不胜的局面 那接下来就轮到本赛季最强队长嘎师傅 来给大家表演一下他接下来的大奖战 我们下期视频继续 当你看到这个时候 说明你已经看完了整支影片 恭喜你正式成为了一名具有国际眼光的国际型观众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视频 那你只能是喜欢我的对不对 那就更加要订阅我的频道